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SDXL 1.0版本的更新与如何找到支援SDXL的checkpoint to Lora 第一部分,如何将Stable Diffusion更新到能支援SDXL 1.0 先来看一下Stable Diffusion WebUI目前的版本,将画面往下拉 这边显示的Virgin 1.4.1就是老阿贝Stable Diffusion WebUI目前的版本,要支援SDXL 您必须将Stable Diffusion WebUI更新到1.5版,还是那句老话升级改版的Stable Diffusion WebUI前 一定要先将旧版本的SD WebUI复制起来做备份 如果更新出现Extensions冲突或Crash的问题,就把更新的SD WebUI删除 再把复制备份资料夹的名称改回原来名称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买个保险,缺点是您的硬碟空间要足够 假设您已经买了保险,先将Stable Diffusion关闭 打开档案总管,来到您安装Stable Diffusion WebUI的目录底下 点这边,输入CMD后按下Enter键 这样就会开启这个目录底下的命令提示资源 输入GIT控格PULL后按下Enter键 这样就会直接连上网抓取SD WebUI需要更新的档案做更新 对更新的什么档案有兴趣的可以将画面往上拉查看一下 没兴趣的就直接关闭这个命令提示资源 官方有提到在启动程序中要加入一个参数 一样来到影片的下方 将这一段参数复制起来 切回到档案总管 在要启动SD的批次档上 点滑鼠右键选择编辑 将刚刚复制的参数在这边贴上 贴完后就可以储存并关闭档案 来开启Stable Diffusion WebUI 除了正常的启动外 这边会出现一些Model SH-A256 Calculating检查 检查完毕后就会正常的开启Stable Diffusion WebUI 查看一下版本是否有更新到1.5 有的话恭喜您 可以开始支援SDXL的Models 第二部分 如何取得SDXL Checkpoint to War资源 来打开AI绘图的好朋友 cvii.com 这边有一个filter 过滤的选项 点它 点SDXL 1.0 这样就会帮我们将所有SDXL 1.0的Models 过滤出来 这一个Checkpoint是官方的 点进去会有两个1.0版本可下载 这个是SDXL 1.0 Base模型 另外这一个是SDXL 1.0 Refiner模型 这两个模型有什么不同呢? 据官方的说法 Refiner可以让图片产生更多的细节 来看一下网络上提供的图片 真的是细节中的细节 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再来一张 应该是为4K的画质做准备 OK 回到Civit AI 这一个是非官方的SDXL Checkpoint 也已经有支援到SDXL 1.0吧 这边有一个Merge的Checkpoint 应该是Merge官方版本 作者宣称比SDXL 1.0 Base模型还好 再来是SDXL 1.0的Lauren 目前看到有这三个Lauren 点开来看看 你会发现SDXL 1.0的Lauren档案 都相当的大 每一个大约都是1.7G左右 看来硬碟空间又快要不够了 SDXL顾名思义就是XL 尺寸1024x1024XL Models也是GB以上的XL 第三部分SDXL 1.0简单试用 回到StableDiffusionWebUI 将StableDiffusionCheckpoint 选择SDXL 1.0BaseModel这一个 选择0.9版生成的牛排图Prompt 参数就先用预设值 如果跑出这样的图 就是SDVAE的问题 请将SDVAE选择关闭或自动 关闭后再跑一次看看 用SDXL 0.9也跑一次图 SDXL Checkpoint档案 约6G多左右 再入时间明显的长很多 再用SDXL 1.0 Refiner跑一张图 一样 也用Chill Out Mix跑一张图来比较 看到这样的图 知道哪边要做调整吗 就是尺寸啦 Chill Out Mix属于SD 1.5 训练尺寸通常是512x512 所以这边可以采用高清修复来放大图片尺寸 来看看这四个Model比较 至于这四张哪个比较好 就留给各位去比较咯 老阿贝是比较想吃中间那一张 再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参数下 显示卡的记忆体会被吃掉多少 目前的这一个是没有限制VRAM参数 显示卡的记忆体最高被吃到11.4G左右 再来测试 将Stable Diffusion加上Midium VRAM参数 显示卡记忆体最高被吃到8.1G左右 以这张图来说 每设显示卡记忆体或设Midium VRAM参数 每个IT大约1.5到1.6秒左右 再来将显示卡的记忆体参数设为Low VRAM 最高会吃掉显示卡记忆体5.7G 不过速度却降至每个IT花费13秒 比前两个设定慢了8倍多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显示卡记忆体对Stable Diffusion有多大的重要性 最后来看一下 如果不限制显示卡记忆体 使用Chill Outmix Checkpoint跑图会占掉多少显示卡记忆体 图片所有设定和参数都一样 最高显示卡记忆体吃到5.3G左右 这边的画面被切到 不过跑图的速度每个IT约1.5秒 和SDXL 1.0 Base Model差不多 目前更新支援SDXL 1.0除了记忆体吃太高外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Wara常常会Crash掉 升图到一半会停在那边等 有需求的建议先可以等一等 看看官方会不会有修正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